两起惊悚的死亡车祸 在彰化有一名驾驶 开拖板车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 碰撞到了后方 74岁的女骑士 这名富人当场连同机车 被卷进了车底 抢救之后仍然是回天乏术 而另外在高雄桥头 有一对苏姓姐妹 骑机车双载去上班 疑似是为了闪避车辆 跟一辆小货车发生了碰撞 坐在后座28岁的妹妹 倒地之后伤重不知 小货车跟机车发生碰撞 下一秒坐在后座的女乘客 倒在马路中一动也不动 最后车到场发现女子 明显死亡 伤重不知的是28岁的苏姓女子 跟姐姐在同一间半导体公司工作 上午7点多 两人共乘一台机车 要去上班的路上遭遇死劫 没想到姐妹俩就此天人永隔 无姓男子驾驶租赁小货车 恰逢同行驶的苏女 为闪避路过的车辆 偏往内车车道行驶 发生碰撞 死亡车祸也发生在彰化花坛 车户车火速赶到车祸现场 拖板车右后轮重压在富人身上 机车也卡在车下 消防员利用千斤顶 把富人拉出车外送以抢坐 不过还是伤重不知 车祸地点在知名的三村老树附近 路宽差不多五六米 不好汇车 当时拖板车驾驶 车上载着钢卷 要去附近的五金烤漆场 驾驶当时未注意后车状况 那向后倒车时 那个女性骑士疑似闪避不及 遭后车轮碾压 肇事驾驶没有酒驾 是死角没注意到酿成车祸 还是其他原因 目前有待警方继不理清 记者组合报道 好 好 好